来 公子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吗 到这儿还能干吗 花钱呢 姓公子 大家光临有失远迎 来 请坐 最近啊 小店来了一批 橙色非常好的东西 让您过过目 来 带上来 好嘞 来 坐下 多谢 姓公子 您瞧瞧 这个还不错 这串二环很多人都试过 没有一个像姑娘您啊 戴上这么好看 这张大饼撒上这两叶葱 可以出锅了 姓公子啊 说笑了 这巴掌大的脸 怎么会像大饼 我这儿 还有更好的 来 拿过来 好 姓公子 您瞧瞧 这个色子还不错 这个秤杆子 配上一个秤妥 刚好 衬衬刚才那张大饼 姓公子 这些 可都是本店的镇店之宝了 您若还挑不上 小店可就真没有了 张掌柜 你谦虚了 要是连你这儿都没有 那整个摆真相 还能找谁买东西去啊 小人哪敢谦虚啊 姓公子都快把摆真相逛完了 您要是在这儿入了眼 那小店不也是扬眉吐气了吗 无奈 您的眼光实在太高 小店确实是没有了 这么说 都拿出来了 都拿出来了 是吗 你昨天不是收了 纪善署齐大人的 金箔卷丝琉璃珠 然后前天又从神礼署 冯大人手里呢 收了牡丹纹眉瓶 对了 你不是还从左公子手上 收了一件掐丝灵纹银盘 都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啊 东西在哪儿呢 让我瞧瞧 瞧瞧 就说什么事都瞒不过姓公子 这些东西我是收过 可是做生意啊 讲究的是有买有卖 您说的这些物件已经出了 都出了 都出了 这么快 这么快 一个人 一个人 这么大手笔谁啊 买家想饮着 新公子也是懂规矩的 就别难为小人了 公子到底还要逛多久 逛到有你喜欢的为止 是逛到有碧妾喜欢的 还是逛到公子摸清这摆真相的底 近日 慕大人劳苦功高 公子要省还是省慕大人的 碧妾有些累了 先休息一下 小儿来壳茶 好嘞 你就没有功劳吗 你最近不是很忙吗 碧妾忙什么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怎么肯忙呢 那怎么没看到李唐啊 他家柳氏跟碧妾告了假 回家几天 今日就回来 那我怎么听说 有人看到他 在盗库淫的五夫人家地门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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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做伪证 罚了怀蕊 再来就是提供消息 助慕天书立功 这样样呢 都是给海瑶往高处抬 丫头在打什么算盘 我怎么没看明白呢 公子明知道夫人是被冤枉的 不也一样顺水推舟 碧妾跟公子打的 不是同一副算盘吗 我哪有什么算盘 我就是贤公子 我恨不得天天混在这 文丸字画里面 是吗 那碧妾最近听说 这百真相真是热闹极了 全取粮的达官贵族 为了归还倩宜 都把自己的宝贝 拿到这里来卖 谁家想还钱 谁家不想还钱 都在这文丸字画里面 你这丫头还知道些啥 比起还知道公子一尴尬 就拉长声音说话 你再高兴我瞧瞧 公子 放手 放手 谁叫碎碎红莲叶 两处沉吟各自之 掌柜 把这戒指包起来吧 真不巧 星公子 这枚戒指已经被人定了 又被定了 被谁啊 这 明白 隐着嘛 对不住了 星公子 什么都是缘分 得着了也是缘分 得不着也是缘分 现在得不到 不见得永远得不到 丫头 缘分是果 而不是因 这一件之前的东西都没有 能卖给谁啊 我要是不留李大人东西 他也不能走啊 说是急着还王府欠银 我只答应了寄卖 寄卖 寄卖也要有人买呀 去去去 扔了扔了 等等 这些东西 星公子别误会 酒店从不收这些 不入流的东西来 这也是被缠得没办法 这些东西我要了 你知道这是谁家吗 你知道这是谁家吗 别摘了 下来吧 小心点儿 下晚拜见谢公司 岳父 请起 王爷 三公子出了摆真相了 事情都沉了 成了八分了 先是查出了夹带库银 比五公子他们带头还了钱 现在到摆真相观察动向 捅空大局 手脚欠银这么重的差 被三公子另辟蹊径 办得十分灵巧 不知王爷这么一考 三公子可算是过了 陈治元 你不觉得这事 哪里不对劲 好像是 太平静 太顺利了吧 好 等着瞧吧 那惊心洞魄的事 还不知道在哪儿蹲着呢 没想到莫夫人还有这样的夫妻 其他人借酷银都是为了自己挥窝 但李大人却是为了救助穷人 我记得几年前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也是水患 她把她皮袄都卖了 换粮食给灾民 然后我就问她那到了冬天怎么办 难道你要把你的仇山都卖了吗 你猜她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说她的仇山去年都已经卖掉了 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么好的官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寒了她的心 可惜我除了能够免她的欠淫 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如今我只希望浅茂的小孩 平平安安地出生 我一定悉心教导好好待她 你这么做就不怕别人说你不公吗 不公 这个世上有黑有白有贫有负 处处都是不公 我只相信一个人的良心 怎么啦丫头 就突然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我是吧 这世上呢好男人不只有吕北溢一个 你看他冷冰冰硬邦邦哪里好啊 我总比那颗石头好多了吧 公子每天捉弄碧气 难道你就不觉得累吗 我怎么会捉弄你呢 你可是我用千里良菊画过来的宝贝 我疼你都来不及呢 真的啊 公子果真这么喜欢碧妾 既然这么喜欢 那一定是有求兵应喽 那碧妾现在觉得公子府里的女人太多了 想让公子把大大小小的夫人都修掉 既然公子不爱江山只爱美人 那方家 穆家也没有什么用了吧 席诀也更是没有什么用了吧 不如你我花前月下双促双妃 岂不更好 若是公子怕了 请你以后离碧妾远一点 我又不是吓人 这丫头哪儿血的 是小姐 是姓公子 都说了让你别扭头 怎么办呀 跟我来 快 快 元璇 是你吗 元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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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什么 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 没事 走吧 奴婢婢给各位夫人请安 姑娘 刚才公子派人莲未居 说是要建议去摆真相 怕是要恭喜莲姑娘了 摆真相 都知道 是公子最喜欢的地方 可是从来都没让妻妾陪同过 也包括我在哪儿 也包括我在哪儿 夫人 苏南春来了 请 启禀姚夫人 王府刚赏下了一盒绢花 公子知道姚夫人喜欢 就派小人马不停蹄地送来了 这一盒都是给我的 公子是这么说的 连夫人都没法 公子说 穆大人劳苦功高 只要是姚夫人喜欢 就全都是姚夫人的 至于别人有没有 全凭姚夫人您说了算 我哪儿担待得起啊 莲姑娘说了算吧 婢妾不敢 就凭公子对你的宠爱 我这朗月阁都能赏了去 又何况极朵假花呢 孙南春 给莲姑娘学学吧 姚夫人看到的是极朵假花 而婢妾看到的 却是公子底的 整个花样 从前没看出来 你嘴还挺甜的 罢了 玄机躲吧 是 碧妾什么身份 碧妾自己清楚得很 能分一碗薄粥 全是因为 沾了姚夫人的福气 怎么可能渐远呢 行了 把花带上 多谢姚夫人 impacts 莲姑娘这镯子看着甚是金贵 不像是妹妹的东西啊 左上船那 一直带着呢 二位夫人慢聊 毕竟告退了 姐姐这是做什么 难道你是看出什么纰漏了 我没看出什么 可是从什么时候起 妹妹信不信一个人 只看她有没有纰漏了 那倒不是 我只是想不出来 一个虚情假意的人 怎么会去帮助敌人的家族 让自己有无翻身之地 我累了 姐姐也回吧 希望这样的事没有下一次 感谢观看 Ru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